製作人 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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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個Case 上次有提的 再review一下 FN weekly conversion.f 在L1 L1還是最難的Case 所以它是有if and only 它需要幾個條件 所以它是有分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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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所有的D上面 fn-fdx 就是这点道理 for all qd 相当的就是乘上一个特征函数的意思 相当的就是乘上一个特征函数 对所有的特征函数都对 第三个 Echo Indicability 有加一个Echo就是对函数序列 就是对所有的Epson大一零 存在一个Data大一零 是的呢 我的Major小 这个条件就叫做Indicability 那么我的区分 Eply fn-dx 效益 Epson 这个性质义把它叫做Dounfall Pit Dounfall Pit Dounfall Pit 或是雷吗 这L1 L1通常就是还需要加这个条件 就是你除了这样 就是如果P大以1的话 1 2就够了 然后L1还需要加一个 就是所谓的可及性的条件 Indicability的条件 这边 Fn Fn Solium F Wikling Lp 这是它是Fn Fn Fn 它是Fn F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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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位conversion是乘上它的度 對吧 它乘近於0 那你的度你可以取什麼 取所謂的特徵函數 所以就是在cube上面 所以這邊寫一個cube就是乘上一個特徵函數 就是說我的lp space 我的indigable function 它的basis就是那些cube function 特徵函數 這幾零零 4O3 OK 它不是位conversion 是位star conversion 它跟位conversion是差不多 是差不多 它也必須是uniform bound OK OK N2D2超大 在cube上面 fn 這叫f dx 所以是等於0 4Cube 在cube上面 4C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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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Cube 4C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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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Cube 4C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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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e小為p小無窮大 我現在fn是音律風磅 如果再加一個條件 fn收電到f 加一個almost everywhere 那麼fn會收電到f weekly inlp 證明我lofi的學校 證明這件事情相當於有積分 相當於fg dx 要受電到fn g dx 柏偶g落在lq 對吧 所以意思就是相當於就是 這兩個相減去定義0 fg減掉fn g dx 對嗎 那這樣會小來等於 就減一個f 減掉fn 這是g dx 你必須要做拆解 就回去你自己好好練習 很多學生大家就只有寫到這邊 然後就說holder不等式 然後就去定義0 這是錯的 要做拆解 然後呢 fn-fg dx 把拆解成三部分 Om1 Om2 Om3 OK 你第一部分呢 你要用到這件事情 去 那這件是p' 就舉了 這部分 這p'1分之1 就去定義0 你要用到uniform indigable 就equo indigability的條件 uniform indigable OK 那第二個部分呢 你需要用到fn 縮電到f 這部分呢 這部分是convert uniform 還有另外一部分是 major只有 那部分把它拆解掉 這部分是用到agron 所有的收斂幾乎都是一致收斂 細節留給你去找樹看 這個題目一定要做過一遍 把石片裡面所有的那些收斂 一直是imply的關係 要把它弄清楚 然後反過來不對 所以要找出反例 所以我想王教生 齊末考大概就是頂多 就考這些東西 齊中考不曉考了沒有 我不知道 齊中考應該還沒有 齊末考大概一定 就一定考這些東西的 OK fn 縮電到f almost everywhere 可以把它換為 convert in major 等等 素群 海道 這幾個東西你要把它弄清楚 sodian almost everywhere 跟 sodian convert in major 等等 the meaning week conversion 所以我們看FNweekly SolendoIweekly inLp 所以它是這樣子 the E 是正義的majorable set the bounded majorable set 按照weekconversion的定義 在這個E上面 就剛剛的cube上面 FN DX 就走鍊到 E FDX 對吧 所以這就是一種積分 就是一種積分 所以你再把它處理它的major 所以 你處理major也對 處理major也對 所以 everything of fN 會受鍊到 everything of f 所以weekconversion就是一種平均 weekconversion就是一種平均 它比較特殊的情形 它是一個periodic function Omega呢 就是這個方塊 Ai pi 我的f 就是Lp Omega 就在方塊上 從1到等號都可以 等號都可以 然後呢 在這方塊裡面 我把它periodic extend 變成是一個periodic function extend 就是貼磁磚 一直往左右兩邊貼 往上下 這樣一直貼 如果是N為空間 N為空間 就各個方向貼 就是這樣子把它貼過去 就是貼磁磚的儀式 就是一個periodic function 所以你看 你在貼磁磚就是一塊一塊 重複 就是一個periodic function 所以你看磁磚貼得好 它必須是這樣 一眼看出去 必須是直線 橫的看過來 也必須是直線 OK Periodic的把它extend出去 從Omega 到所有的Rm 而且呢 我的fnx呢 我的fnx呢 我的fnx 就做一個scaling 那麼呢 你可以去check 這個很好的exercise 可以fn收斂到f8 這個8正好就是它的平均值 這個wicked收斂就是 剛好是它的平均值 所以所有的rp都對 那如果wicked star也有fn 收斂到f wicked star in L infinity 這很好的練習 這很好的練習 有種函數呢 那麼它的收斂 一定是收斂到它的平均值 這個 是這個 sine nx converged到0 in L infinity 這個就是Riemann的PEX 這個就是Riemann的PEX 0到2pi 0到2pi 這練到什麼 就是0 它為什麼是0 不是說這種東西就一定是0 而是sine的平均值是0 sine的平均值是0 正1負1這樣上下 它的平均值它的區分是等於0 不是這種區分都等於0 所以這個東西會做 那麼0到2pi fx sine 平均值 nx dx 這樣會算 這不是0 因為wicked limit它沒有continue 就是wicked convergence它並不是continue under non-million mass 這不是0 這件事情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所以這邊就告訴你說sine nx 平均nx 並沒有收斂到0 所有的p之方等等 這些都沒有收斂到0 ok 所以wicked convergence 這一點就是它困難的地方 平均值之後沒有收斂到0 3之方等等都不會 ok 就這樣子看 sine呢 這真1負1 sine nx 0到2pi sine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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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沒有收斂 因為它的 oscillation 太大 它沒有收斂 因為是因為 oscillation sine nx 沒有收斂 in strong sense uniformly whatever sense 都沒有 但它是收斂的 是 weekly 它在正一負一這邊震盪 平均值是零 正一負一 平均值是零 所以這個 sin 平方 nx 是這樣子 它是0到1 平方是正的 所以它是在正一這邊 正一負一正當 平均值是二分之一 它收斂 如果 weekly 收斂是收斂到二分之一 Rimand the backstema 一定要會證明 一定要會證明 這個 Rimand the backstema 一定要證明 如果 Rimand the backstema 不會證明 十邊是不應該過的 這個證明一定要會 那就是你在十邊證明 它是利用 by density 這是比較容易證明 最好的證明是利用 Rimand 原先的想法 把它做 Rimand sum 0到2p把它做拆解 分成 n 應該有一個 nx 把它分成 n 等分 所以這邊就會有一個 Rimand sum出來 所以最後它收斂是收斂到 f 的積分 還有 sin 的積分 所以你要除以它的平均 所以等於是兩個積分的相乘 那因為 sin 的平均值是0 所以它是 f 的積分乘上這項 所以是等於0 這是最好的證明方法 最好的證明就是 Rimand 的證明 不是 Rimand 的證明 後來當然 Rimand 它是用 by density 那是你已經知道結果了 所以就用那招 by density 但 Rimand 原先的證明 它是用 Rimand sum 所以 Rimand 還是比較有原創性 它直接算出那個像出來 雖然 Rimand 它是只考慮連續函數而已 那 Rimand 它就說 L1 的函數 但 Rimand 的證明才是有原創性的 所以從這角度來看 當然 Rimand 才是大師 所以你就要學會這種品味 要學會品味 我可以做幾個簡單的證明 所以我們先用這個Vn 所以我先用F P 這是很希望的 很 afin力的 劃起來 Vn 所以我現在用F 尤其是NLP 這證明就是簡單的不等式 通常都是回到hold的不等式 剛剛這邊的remind the best name 如果你有興趣 你去數學傳播去download 我寫了一篇文章 書名就 title就叫做remind the best name 這篇文章我寫得非常的得意 是整個它的original idea等等 這是怎麼去看這件事情的 我在書學傳播寫的 最終證明都是容易 因為你要check這件事情 fn g 就是這幾分 要收連到fg dx 我這邊都寫dx了 有人要寫dμ就寫個dμ 我這邊dx就是the best major 你要把它寫抽象一點 其實這樣你就把它用x來想像就好 你要證明的是這件事情 你要證明收連是證明這件事情 所以從後面證明出來 從後面出來 因為有的書就開始說 因為那是編導寫 寫書的人都是編導寫 數學書的人寫書都是編導寫 所以你看書的人要編導看 從後面來看 你看微積分是不是從limit 有了limit然後講延續 講微分再講積分 那你看看微積分的發展是什麼 先有積分啊 要來微分啊 那時候微分跟連續都搞不清楚的 連corsi都弄錯掉了 那最後才是這樣 發覺說整個這些問題的爭絕 都是回到limit 整個爭絕都是回到limit 所以最後才是corsi wild trust Epson delta是corsi跟wild trust 弄出來的 對吧 不是一開始牛頓沒有Epson delta 然後牛頓哪裡有Epson delta 所以你要從這個角度來看 你才會比較清楚 所以微積分一開始 不應該從Epson delta開始交了 一開始這樣交了一個菩薩神 人們是經過差不多兩百年 才把它弄清楚的 所以你看從牛頓到Valtras 一百五十年差不多將近兩百年 那這件事情是相當於就是 要證明說一點就是這個很靠近 對吧 就是這個積分 扣掉這個積分 你貼近 Gdx 欠近於0嘛 對不對 就是它取了絕位值之後 是欠近於0 對吧 那你再把它合併在一起 所以這件事情相當於是這個 這個結果 就是你要證明這件事情是趨近於0 因為知道這個角色是 就是原先的角色還沒有 這個角色趨近於0 然後這個角色小於裏邊的角色 這件事情是小於等於 fn比較f tdx 對吧 這件事情趨近於0 所以就是你最後就看這項有沒有趨近於0 ok 所以看這項區分 所以這邊是不是自然而然就用holder不等式 對吧 這個p 這個是q 對吧 那這項沒有動 你注意看這項沒有動 這是q 它跟你的恩無關 對吧 這邊沒有在動 你在證明這些一致收入 你要看那竹馬有沒有在動 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概念 對吧 因為有的你寫了這個東西 然後就這邊td 所以就td 你看 不是這 不是這樣子的 你就算是我現在 就是fn收斂到f 一致收斂 gn收斂到g 一致收斂 fn乘上gn 有收斂到fg uniform 對吧 就像這種題目 簡單就問這樣的問題就好 很多學生 一致收斂一致收斂很好 所以他好像說 沒有 就算是兩個字 一致收斂 相承也沒有一致收斂 ok 簡單嘛 比如說 這是一個函數 你就看成是直線的 那平方之後就變成是x平方 他就沒有一致連續 這些東西都沒有掉 ok 所以你注意看 這邊這個竹馬沒有在跑 這一項是uniform bound 他是bund 他是uniform bound 必須有一項是uniform bound 那這時候他才是確定一點 這樣 因為這項是uniform bound bund by一個m 如果這邊是跟你的竹馬有關 你就死掉了 對吧 所以通常就是需要有一個uniform bound 加起來 那這個還好這邊沒有必要 因為這邊我的g是一個固定 是給定的 如果我的g是跟gm一樣的話 就死掉了 那一樣的例子 剛剛的看 跟剛剛類似 我的fnx 你就換成是cos 或是sin都對 nx 因為cos 是一個bunded function 所以我的fn 是屬於所有的lp 零到而拍 4 p大一點都對 因為現在是在bunded的區間 bunded的函數 所以這是Ramanda-Bex-Nema 這是Ramanda-Bex-Nema 這是Ramanda-Bex-Nema 它的l1limit l2limit 所有的lplimit 都是同樣的東西 都是那個0 那如果剛剛那個時候 寫那個樣子 就是那個平均值 它的l1收斂 lp的limit 都是同一個 都是同一個 那另外看這個函數 fn n 馬開 0到n分之1 所以這函數是這樣子 這是n分之1的時候 它高度是n 所以是這樣子 ok 是這樣的函數 它區分始終是1 區分始終是1 所以你可以去fn 它也是bunded 因為它區分是bind 所以lp 你去平方之後 去的三次方四次方都ok 它是lp0到1 這邊就把它寫成到1 ok 4op 然後fn 當n越來越大 就變成sginatic 所以它是收斂道理 almost everywhere 或者是immagual 這個回去要自己check almost everywhere是容易的 immagual 要check一下 and immagual ok 然後fn 它也會微疲收斂 它也會微疲收斂 ok 是收斂道理 是收斂道理 你的choose 我的注意就是開 就是 開 開靈異就好了 你再找這個反例 通常都找這個反例 你在證明那個什麼 rebecca domine conversion 等等 那反例通常都找這裡 另外我再找 找一個fn 是這樣子 看 遇到expansionn 你可以證明fn 屬於所有的lp 在整個直數軸上面 這個你都回去做練習 這很好的十遍的練習 所以這個函數大概就有點像這樣 這是expansionn 這邊有東西 這是n分之一 而且n 越大的時候它就往裡 就是這樣 如果越 越往下壓 對 fn 就是convert到零 uniform 對吧 我今天不僅僅是almost everywhere 它是uniform uniform 沒有跟你講說它一定就好 要記住這件事情 uniform 沒有告訴你說它就是好 要看你的domain 這邊是unbounded domain uniform 沒有比較好 它只是壓扁壓扁而已 對吧 它只是很扁而已 它可能到無窮裡還有東西 所以它們可能 uniform 沒有告訴你說它一定比較好 OK 你在高我會覺得比較好 那是因為你在compact set 對吧 那是在bundity set 那是在compact set OK 然後我現在gx 我把它定義成這樣子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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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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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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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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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x 扣掉 Fn Qdx 就是希望它推進一點 對吧 所以它是不是就小一點 Fn Qdx 所以這邊你把它拆成三部分 這次就拆成三個匙 A 調幾 Vbx A Complement 再加上一個 B 就把它拆成三部分 它就會像這樣子 Omega就拆成這樣子 裡面收進來一點點 這B 這邊A 那外面是A 就是拆成三部分 這是1 2 3 就在B的部分 它是一致收斂的部分 一致收斂的部分 所以呢 這時候做拆解了 我剛剛沒有詳細證 OK 我現在說 做這種拆解的動作你要學會 你在做十邊的方法 或者是他們做一些調合分解的方法 只要就是把你的區域 你的斗面做切割 這是一個 或者是把你的函數做分解 所以 主要就是做這種技巧 你要學會的是這種技巧 OK 所以 你在A 交給Vb 就中間 就這個區域 這邊有 F-Fn 這是G Dx 一樣就是一個 Holder不等式 中間主要就是一個 Holder不等式 F-Fn 對 這邊是P 然後 我在這個區域 A交給Vb 這是G Pb Dx Pb分之 那這部分呢 這個區域很小 對吧 這個區域很小 所以利用 我這邊是一個indicability的條件 這個題目要匯正 在十遍裡面 這是一個重要的定理 它不會很難 不會很難 但很多人不太會正 就是這樣 就是你在學十遍的時候 什麼叫做indicability條件 對啊 就是我的F3O1 我這只有單獨一個函數 那麼 我epson大一點 存在一個delta大一點 然後呢 我的1的major 小於delta 你就會imprime 我的區分 1 f bx 這個小於 epson 這個就是所謂的indicability條件 OK 這十遍 這個題目一定要匯正 不會很難匯正 先證明它是bundi的case 對 就bundi的 把它trunk掉 那就可以證明 就證明不是很難 OK 這個可以直接照出來 這種題目一定要會正 這種題目不會正 比方說你詞邊是不懂 這叫做indicability條的條件 就是所謂的可激性的條件 就是這個 這一定要會正 這要是一個 一個可以積分的函數 它一定有這個限制 所以一個可以積分的函數 它在無中原 對吧 它如果突出一點點的話 它一定是這樣 最後是鴉片的一樣 如果突出一點點 就會得到一個contradition 它最後就是幾乎是無物 你到無中原的話 它不可能中間再冒出一塊 一個可以積分的函數 在無中原點 就已經是這樣 幾乎是 就是這樣 已經沒有影響力了 就是一個這樣 幾乎沒有影響力了 在無中原點 它幾乎是沒有東西的 如果有東西 那你可以得到一個contradition 證明的方法 就是這種概念 你用indicability的條件 因為如果你在這邊有東西 這邊突出來 有一個東西出來 然後這幾乎有東西 就矛盾 就跟這件事情矛盾 就跟這件事情矛盾 你就幾乎這一部分就好了 就得到contradition 所以這indicability的條件 就告訴你說無中原事 幾乎是沒有了 OK OK 然後呢 這邊利用indicability的條件 這邊利用indicability的條件 因為這樣你這邊不能 assume這邊是uniform bound 對 如果這邊是bomb 然後這邊是7T0 對吧 你這邊也沒有 對吧 你的uniform bound 是只有這項uniform bound 我並沒有f-fn 我並沒有f-fn 是uniform bound 對吧 這項沒有 因為 並沒有說這是T0 我說的是這邊 並沒有T0 這邊沒有啊 沒有這回事 你頂多呢 就是利用 好沒有這回事 再後的不等字 小於f的norm 再加上fn的norm 那這個uniform bound 那這 乘上右邊這一項 你這邊 這邊沒有趨近一領 這邊沒有趨近一領 它困難是 這邊雖然是 雖然是bomb的 但這也是bomb的 並沒有趨近一領 我這邊並沒有f-fn的pnorm 趨近一領 沒有這回事 沒有這回事 ok 所以這邊你需要用 這邊是bomb的 所以我利用它 利用它是 necobility的條件 我就取這個major 這一部分呢 讓它很小 趨近一領 ok 所以 就是你的major 對吧 majora 交集b 小於delta 那imply imply這一項呢 是趨近一領 ok 趨近 要的是這件事情 要的是這件事情 ok 這才是它的症結所在 然後 A的外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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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箱 它變成是bomb的百 兩個箱加 那這部分也是 讓這部分 是往零跑的 這部分是往零跑的 那在b的部分 F'n F'n G' dx 這就是b F'n p' dx p'1 那這就是g的 整個p'n' 那這時候最像是bomb的 沒錯 ok 那這邊是 它在b的部分 它是convert uniform 對 這是uniform 這邊是fn 收電到f uniform ok 所以這邊是 往零跑 對 這部分是往零跑 ok 所以整個 整個就是 這個是往零跑 ok 所以你要學會的是 做這種拆鐵的動作 所有的數學的來源 都是因為要解問題 所以所有的 它主要目的是要解決問題 這問題它可以是應用 可以是蠢的都沒有關係 就是要從解問題開始 所以數學不會是從定義 定理正理 不會是這種樣子 對 數學不會那麼無情 不是這樣沒話沒話 如果有人這麼教 那是他的test 但很多人是把數學教得很無情 所以最後我們的學生也很無情 對 常常有時候都是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玩的 ok 它的重點是要解決這個 passion equation passion equation 就是non-homogeneous的 好 就是non-homogeneous的 harmonic laplus equation laplus equation laplus u等 f 那可能有邊界條件 那我現在不管它 我解這個問題 那怎麼解這個問題 那我現在 現在u u還沒有解了 但是這邊有一個laplus 那沒關係 我先假設 u先有 這邊是c2的 ok 然後解這個問題 就是後來就是 至於這個也蠻 其實已經很晚 是到了20世紀的 20世紀才清楚 然後呢 他說我解這個問題 我就兩邊把它乘上一個test function 所以work solution 我不要直接解 我是先看它的work solution 對吧 兩邊直接乘 所以就是 積分 那plus u 我存放一個好的函數 dx 所以有種是右邊 f vdx 然後這邊呢 我再把它分佈積分 我積分沒有必要積分 積得那麼大 所以這邊呢 就代表一點進行 這邊是負的 回點u 這邊是回點v dx ok 所以就相當於就是 我要解這個問題 等於是這個 這等於是等下於這個 等於等下這個積分的形態 軌點v 軌點u 軌點v dx 你負的fd 等於等於這件事情 ok 各位看呢 這個v我這邊只需要一次微分而已 我這邊只需要搬一次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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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分布區分不好 這邊我只需要搬一次 所以這邊是只要一次微分 對 所以你這邊只需要這項有定義 對吧 所以我這個v 是屬於c1 對吧 這是ω 那你在做divergent定理的时候 还有边界项 还有边界项 那我现在就假设边界那边是等于0 所以就是这样 我就用V这一项 我不要求U都不知道 还不知道 我就要求V它在边界等于0 所以在 就是在分布聚分的时候 还有两个相乘边界的边界项相减 对不对 所以那一部分就等于0 所以这边就是C01 这点就是说 表示它在边界等于0的意思 所以右边这就是它的wake formulation 就是它的wake solution 所以这边就是一个内积的形态 对 第一步define u 转向V 你看 这边以为是这个 这种定义呢 它会是一个inner product 在这个空间 701的Omega这个空间 在这个空间 它是一个inner product OK 然后呢 你这边可以 那有inner product 那我就可以定义一个norm 对吧 所以701 我们一个 不是我就直接就内积好了 我现在就在这个内积 就是这样一意思 最后一边是一个 最后一边的 有内计就可以定义一个None 这个很容易造 你造一个函数 它Limit不是一个连续函数就好了 这个整个概念就是 跟Riemann的区分是一样的 你造一个连续函数 Riemann的区分 你现在这是一个Riemann的区分 就是就0.1就好了 然后定义一个None 这个None 就是区分 0到1 OK 然后我现在为了方便 就是先取代连续函好 连续的 OK 这是一个连续函数 然后你现在造一个函数 这是1 这是2分之1 2分之1往两边 拉一点点 这是2分之1 再加上2分之1 这是2分之1 准备安分之1 准备安分之1 这是0.1 这是01 然后呢 不用说定了 不用说定了 这原先的 就是Limit函数是这个 然后呢 然后呢 这边跑出一个MNZ 这边缩进了MNZ 就是这个函数 这样子弄 OK 这几分 这边是我的FN 这红色 这就是我的FN 所以FN呢 缩练到F 所以它还是一样是可以区分的 所以它还是一样是可以区分的 FN FN 是 not continuous 对吧 所以你的Limit函数不落在你的空间 对吧 所以这个空间 is not complete 因为我现在取的是这个几分的NZ 那現在要讓這個空間把它Completion 所有的一個 現在有Norm了 所有的Norm space 所有的Metric space一定有Completion 這件事情要知道 證明的方法就是 Kent的方法 就是造時速的方法 你這邊就可以 弄一個equival relation 其他的equival class 通通把它取進來 就跟時速 你的優里數把它完美化是時速 方法是完全一樣的 這件事情要有這個概念 Every Metric space 因為你的Norm space一定是Metric space Inner product space也都是Metric space EveryMetric space EveryMetric space 你把它取Cludio 對吧 就是等於R 證明方法就是這個方法 就是Kent的方法 Kent怎麼造時速的 就把優里數取他的equival class出來 所以如果你沒有這個概念的話 應該去看一看 看一看相關文章 就時速的完備性 如果沒有的話就是 我有寫一篇文章 時速的完美化 就是如果造時速的 有的書有 有的高尾的書有 那如果看不來精準 謝謝 我也要聽文章 可能最近就會在數學傳播出來 時速的完備性 所以這個Complete 跟中文的Complete不太一樣 所以這個Complete 跟中文的Complete不太一樣 OK 所以我這邊 就是這個空間 它不是Complete 我現在有這個內積 我現在有這個內積 內積是照給你的 所以這時候它有Completion 所以我現在是這個空間 701ω 我在這個內積底下 我把它取它的Completion 那這個空間就是Sauber space 就是Sauber space 就是W 12 我這邊有邊界等於0 所以這邊H等於0 ω 因為 就是我這邊是L2N 我這邊相當是L2N 所以有時候我們把它叫做H1 0ω 這個H1 這個H1是因為Hubert space 因為它是L2N L2N是一個Hubert space H1沒有特別明顯 特別意義 它是這個H代表 這邊H 這H代表就是Hubert Hubert space Hubert space就是一個Complete inner product space 你要歸功進給David Huber Hubert 就是Fundamendi的創始人之一 David Huber 應該是師祖爺了 查一查主婦 老闆再上去沒有幾個 就是跑到David Huber I'm a Huberian 是有優良學統的 是有優良學統 一個人當然就是要有優良感 優良感才會有自信心 對不對 你才會有那個信心 Competence 所以當然是屬於 序出名門 所以這樣 所以就是 W12 他取這個符號 有時候是這個符號 這個是這樣 這是那個俄國人的符號 這是Sauber OK 這是Sauber 這是俄國數學家Sauber 0 1 這是 0 0 1 0 0 1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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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 0 0 我的F呢 我思维是V的一个函数 对不对 是一个functional 你可以check F是一个fundle linear functional 方701 是空间 对吧 所以那个什么 你的dual space 这要让你出现 对吧 所以dual space不是定义的 对吧 就是当初为了解决问题 所以所有的数学 一定要从解决问题开始 所以你学任何一门学问 都应该要问 对吧 问你自己 或者是问任客的老师 这门课他的目的是要干什么 你不能说 你学校高委 因为他的必修很无奈 对吧 什么事情都无奈 在台湾已经什么事情够无奈了 对吧 这东西也要跟着无奈 这个没有意义了 对吧 在台湾很多事情 是让你觉得很无奈的一件事情 对吧 那你学数学 这不应该是这样子 对吧 你学任何一门学问 应该要问说 这门学问到底要干什么 是应该要问的 为什么叫现代 为什么要修现代术 那现代术为什么是要必修 对吧 然后现代术为什么叫现信 对 你问了 为什么叫现代术 他本来就叫这个名字 他本来对吧 把他所有东西视为理所当然 没有理所当然的 你去问 问每个人 为什么他叫现代术 这个为什么叫现代术 一定跟现信有关 不然就是为什么叫现代术 为什么不叫举真 为什么不叫这个 为什么叫现代术 一定有个道理 对不对 OK 所以他是在这边 当然就是在他的extension 所以这就是 所以他把那extension进去 就出来 放含了所有那些东西 自然就出现了 当然就是hands 1 2 0 我现在在一个小的空间有 那么我们就把它做extension 所以呢 证明他 如果你能够证明 f是一个bunding function 那么是不是 有race表现定义 告诉你是不是就存在 因为本来我就要找那个u嘛 对不对 存在一个u 都在这个空间里面 使得这个bunding function 就表示为内积 是的 uV 就是我的fV嘛 fV就是我的区分呢 对不对 是不是就是我这个 如果有点u 因为我眼前的问题是不是就是要变成是这个 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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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的fV dx 所以你的 你的work solution就存在了 对啊 你的work solution就存在了 所以你是利用 律师表现定义 正面界的存在性 所以这就是work solution的意思 这个就叫做 有时候有时候我们把它叫做generized solution 有时候我们把它叫做generized solution 或是叫做weak solution 这个la plus u f0 omega 那u呢边界值我现在取它等于0 在房子有那個 ok 所以這是整個的general picture 那嚴格是這樣子 剛剛那個內劑就叫delicious integer 顧名思義就是delicious先弄出來的 學習人就是高斯的學生 delicious 高斯 高斯沒有幾個學生 其中一個就是delicious 後來接近他到那個在格林根的負責人就是delicious 那當初 他就是研究 做fury series 就是fury series 那因為研究fury series的時候他才需要這樣 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區分一個函數能不能寫成fury series 那你再需要做那個partition 那個remant上就從那邊來的 remant integer就從這裡邊來的 就從這裡邊來的 ok 那個人們很早就過世了 39歲 他39歲已經是他們家族裡面最長壽的 他這個家族好像就是什麼怪兵之類的 他妹妹也是比他早過世了 就是這個家族不曉得是什麼怪兵 就歸領U 叫歸領U DX 那這個區分我就把它叫做是delicious in little 或者你把它寫成拆開 它就是tunation 它就有I U 平方 DX I從1到N ok 所以這時候我們的 我們剛剛的sober space H1 就是這個區分 binary 所以比較嚴格定義就是這樣寫 是U一定要先落在L2 然後它的微分也落在L2 它不見得可以這樣 就是這樣 它不見得是連續 就是tunation U tunation XI 每個分量 它都落在L2 函數 還有它的微分都落在L2 這個空間就把它叫做X1 可以去證明不是很難 H1是一個complete space 這裡應該要會證 假設Fn收斂到F 是一個cos sequence收斂 你要證明Limit F是落在L2 它的微分也落在L2 check 這個很好的練習 H1 is complete space 這要會證明 還人家作業 你要回去要會證明 不會很難 你要用到L2是complete 或者同時 回去驗證 證明 Lp space 是complete complete Lp space 是complete space 這要會證明 你學十遍這Lp 要會證明 Lp會證明 H1 就是再多增加微分而已 現在一個cos sequence Fn收斂到F 然後呢 你的Limit要落在 對吧 比如說我這 比如說Lp 對吧 就是 我現在Fn 是收斂到F InLp 去Check 我的F 是落在Lp 這件事情而已 所以大概都說 Q我剛剛也證了 用Fathorema 大概就證明它 落在Lp 對不對 這樣會證明 OK 我們剛剛 給拉帆 給那個passon equation 是要怎樣 1 U 所以H1 0 Omega 使得這樣呢 我的Uv 就是等於Fv Ov 就是H1 0 所以這邊就是 用所謂的Ris表現定理 把Ris表現定理 這個Ris 就是哥哥 F-Ris 就是哥哥 上喊的Functional Nest 就是F-Ris 如果是PG的 就是弟弟 M-Ris OK 這是 數學界相當出名的 兄弟黨 Ris 他們都是匈牙利人 他們都是匈牙利人 F-Ris 表現定理 Ris 所以 所以 就需要證明 修 F Is bounded Ninia 是已經OK 因為它是積分 積分本來就是Ninia 對吧 一個積分就是Ninia 兩個函數相加 跟積分完之後再相加 結果是一樣 就是Ninia Ninia 就是分配率 對阿 你是把它分配進去跟分配率 OK 所以你需要證明F是bounding Ninia已經OK了 你這樣定義的方式 你去用積分定義 它就是Ninia 這就是 F-Ris C-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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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取乒乒 因為這邊 我就取乒乒 C-Ris 或者就是 直接就開燈號 也可以去平方 F-Ris B-Ris 平方 直接就是 C-Ris 常在用的 就是C-Ris C-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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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要希望 最像是棒的 OK 最像能不能換成是有一次微分的 規律B的平方 有沒有這件事情 OK 因為我這邊的定義是這個 我的希望是這個 並不是這項 這個不等式 我們一個B平方Bx 能不能棒得有它的微分的 這個有某個常數N B的平方 這個有某個常數N 這個 這個 所以這不等式就叫Bongari in quality 這是Bongari in quality 這是Bongari in quality 就那個法國事語叫Bongari 所以Bongari對這件事情也是有貢獻 大人物就大人物 Bongari 所以如果有Bongari in quality 這件事情就證明完畢 所以我今天就看這邊好了 所以下次我就證明Bongari in quality OK 就算是Galman Bongari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